Google试算表数据分析 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分析 我们刚刚从Squatch清单当中所截取到的资料 在这里呢我们会运用到一套Google的应用程式 叫做Google试算表 首先呢我们先来打开Google的试算表 请各位同学呢将滑鼠移到左下方点选开始 好在这边呢请各位同学点选所有应用程式 好在这边呢请点选Google试算表 好那请各位同学点击之后呢 就会打开这个Google试算表的程式 各位同学呢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右下方 有一个红色的加键 请各位同学点击这里呢可以建立新的试算表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成功的打开Google的试算表 接下来呢我们要将刚刚的这个下载的这个资料呢 来汇入这个Google的试算表 所以请各位同学呢一样的 我们到这个左下方点选点选所有应用程式 点击这个档案 好这时候呢会打开我们的档案 档案的这个管理员 好在这边呢请各位同学点选这个时间 好双击 好之后呢他就会用浏览器的方式 打开我们刚刚的这一个记录 好这时候呢请各位同学呢 按下滑鼠的左键来做一个选取之后 按右键做一个复制 好那在这边的话各位同学 我们就在这个资料上 输入这个列的名称 好那我们这时候按右键 好做一个贴上 好那我们就成功的将刚刚的资料汇入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反应时间的部分 反应时间呢是要算这 就是前后的一个时间差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公式 所以就是等于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等于A3的时间 好就是A3是这一格的时间 减掉A2的时间 好按一下Enter键 好在这边的话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这个公式 就是代表这两个之间 它花了0.476秒 好来按下下一个键 好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复制的方式 好复制的方式去做复制 好那因为我们总共有 这个应该算是20项 好那在这边的话反应时间的话会有19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已经将这个反应时间的部分已经算出来了 好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针对这个反应时间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下图表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就说哎那呃呃会不会它的反应时间大致上都停留在哪个区段 好那在这边的话各位同学呢可以好可以做一个选取的动作好选取这个反应时间跟选取这个相关的资料 好那选取之后呢各位同学呢我们现在要呃制作这个图表 好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点击这个插入好插入这边有一个就是图表的选项 好那图表的选项在这里的话它就会去做这个图表的一个产生 好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好那这个图表基本上就帮这个反应时间好每个反应时间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它大约是在0.34秒到0.5秒之间的一个区块 好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看哦其实这个按钮还是按的相当快 好那我们点选插入 好那我们可以把它移到一个我们觉得适当的一个位置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将刚刚的资料 然后把它制作成图表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好那我们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